第二个问题 居士家里养狗 孩子买来的 居士将来能托生狗吗 这也不一定 养狗不一定将来就变成狗 但是这个里头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人如果对某一种肃乌 过分的执着 过分的喜欢 是个麻烦 对将来投胎会有影响 特别喜欢狗的 莱森很可能他变成狗了 他喜欢他吗 喜欢猫的 他就会变成猫了 喜气 这到哪里投胎 投胎是为什么去的 都是自己 那个妄想分别执着 在主宰的 所以佛教给我们 对于一切四无 要看破 要放下 我们才能够自宰 过分的执着 喜欢花的 死了以后做花神 喜欢树的 死了以后做树神 物以类居 人以群分 他为什么到时候 爱好 喜欢 人为什么会做鬼呢 鬼贪 贪心中 令死 坚令心中 自自然 然就到那道去了 不是阎王把你判进去 不是 自己往那边去算 投胎是这么回事 所以有很多出家人 家谁掉了 非常喜欢佛像 把佛像收藏了 当宝贝 当古案 古董 我曾经看到 有一位法师 收藏很多佛像 都是古代的 真的是古董 我们去拜访的时候 拉几尊来给我们看看 这是明朝的 这是宋朝的 我看了一下 麻烦 将来死以后怎么办 佛像里头有小虫 大的佛像 佛像里面是空的 老储在去窝 将来投胎会跑到这些 你书都不能喜欢 过分喜欢书 宝贝书 将来就会做书里的树虫 一切这个僧物 这寿生 都有因缘 我们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懂得 对于世间 一切四项 万万不能止住 应当要放下 我们 我常讲 我们可以有实用权 决定不能要所有权 要所有权 麻烦就来了 这使用权很自在 绝不智者 为自己所有 你才能容易陷入 不止于堕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